凡是看到一個符號為三畫 這也是代表恆等式 意思是無論X是甚麼 左邊永遠都會等於右邊 要做到這個結論 只有一種可能性 例如2x2次加5x-7 要恆等於一個情況 必然要是2x2次加5x-7 一定要每一個項目都一樣才能做到這個關係的情況 換言之 如果我侮辱你的智慧 我跟你說2x2次加5x-7 是恆等於Ax2次加5x-7 意思是A在這裡一定等於2 因為它是對應的項目 5就一定等於5 負7就一定等於負7 所以只不過是考這個技巧 這個過程我們稱為比較係數 係數的意思是指那項到底有多少個 例如x2次的項有兩個 所以數字部分我們就叫係數 回到這題 即是說它有一個x2次 沒有x 和常數是p 但現在沒有甚麼可比性 因為右邊的格式並未分清楚 所以我們是寫右邊 我們嘗試去分開每一個項目 那我們就用到以前學的拆個號 假如有兩個括弧 就只用一個括弧來拆 例如我想拆第一個 分別有兩個項 x和正3 所以拆出來就是x乘甚麼 正3也要乘甚麼 很明顯就是另一個 因素x加q 兩個都要乘x加q 所以就是x2次加q的x 再加3個x 再加3q 減2 要翻清楚有多少個x2次 就是這個項 我們有1個x2次 我們有多少個x呢 我們有q的再加3個 總共有q加3那麼多個x 或者你可以想像是把x抽公印 抽出來 那常數的部分有多少呢 即是沒有x的部分 就是3q減2 這個就是右方 整理好做每一個項目的情況 我們為了比較 所以我再把左方抄出來 都是用同樣的格式 1個x2次 沒有x加p 那我們就做到這個比較 如果我們做比較係數 我們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先看第一個項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1等於1 當然這個剛剛是女人 沒甚麼意思 所以不要管了 再看下一個 q加x 硬要寫在下面 就是加0 所以q加3 就等於0 這個就有用一點 因為它可以令我們知道其中一個未知數 就是負3 到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3q減2 上數部分應該都是相等的 等於p 之前已經知道q是多少 所以 將q換成負3 更新 負9減2 等於p 即是p 等於負11 題目是問p是甚麼 所以你選擇a就可以了 請到 3q減2